来看一下Mass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 等一下加把里面的已经隐含了这个类别 所以你不需要做input的动作 就可以使用这个Mass 前面用了蛮多的 比如说我们最后 上礼拜最后讲到一个这个范围 就是猜数字游戏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让它乱 我们乱猜 从中间开始猜 然后猜完之后 会跳出一个正确的字 也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就跑一个度回圈 然后让它一直往下找 它会乱数跑出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多少 可是我可以利用这个度回圈 让它一直不断跑这个回圈里面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 最后如果说答案正确的话 那就跳到这个 那我是配合度回圈里面 在放一个这个潮状的衣服 衣服的逻辑判断 那如果找到这个正确的话 它就break跳开 OK 那当然这个范例的话 主要是用到这个Mass 这里面会用到Mass 部分是在这里 Mass.random 那这个Mass的类别 里面我们上面没有做了很input 那主要原因我前面讲过了 那另外这个Mass的类别里面 当然不只是random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还有蛮多 有关数学运算的都会用到这个Mass的 这里面的方法 如果有已经有这个方法里面 这个类别里面有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那上礼拜讲到这个 这个范例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那不一定只是拆 1到99 你可以 其实可以过关嘛 比如说你第一次是 第一 第一关是1到10好了 然后 第二关可能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数字越来越大 诸如此类 你可以做一些变化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 反正这个 这个有点像 像现在最夯的那个APP 就是什么 什么 那个Candy 其实你会发现它很简单 它只是滑来滑去 只是说要让它连线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因为这样 可以每天 就是一直要玩 Candy一直要过关 所以这个其实动力脑筋 其实游戏不需要太复杂 那就可以达到 就是说游戏 就是说让人家去去去 去去算算什么 打发时间吧 你会发现越简单的游戏 越多人下载 之前是什么 切水果 那切水果 也没什么 反正就是切切切切切 你会发现都是很 不需要动脑筋 那所以 当然一样 如果将来各位 可以想一想 有没有简单的游戏 那其实这简单游戏呢 真的 你可以达到一个 那个下载量 很快就可以出来了 几万个 甚至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因为前一期同学 还有人 做出那个付费的APP 一块钱美金 那它的APP很简单啊 可是 真的就还是有人下载 所以一块钱美金 它就每天就有好几块美金了 然后再来好几十块美金 那这样子以后 一天如果有100块美金的话 哇 对不对 那一天100块美金的话 那其实应该可以 就可以退休了吧 一天3000块的话 一个月就有9万块了 对不对 当然你前提是 你的APP是付费了 人家愿意当中 不过你会发现 我讲过一个数字 因为现在的APP数量 Android的APP数量 好像还没有超过100万个 还没超过 Apple的有超过100万个 可是Android的还没有 但是你智慧你的手机 现在的数量多少支呢 应该是超过10亿支以上 超过了嘛 对不对 10亿支 对上不到100万的APP 对不对 你说这样的量 算起来说真的 APP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你只要 啃动一点脑筋 然后你的APP不要太亮光 对不对 如果太亮光 可能连download的意愿都没有了 而且最好你的评价 是要4颗星以上 一般我们会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就 亲友团 这样download之后 请给5颗星 对 对那这样的话 你很快就可以累积5颗星 要不然你就是 多申请几个Google账号 然后自己评价一下 自己download自己评价 那这样很快就可以 5颗星嘛 因为一般人就像 早期那个拍卖也是一样 拍卖看什么 看你的那个信用 你的信用越高的话 当然相对的 人家买的意愿越高 诸如此类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所以 Java这一块 跟APP的这个我讲过 它的核心语法 核心的程式都一样 只是在UI界面上面不一样 所以未来你们在 Android UI的这一块 其实多 就是花一点时间去学习之后 也可以把这个Java程式 转移过去 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另外可能你们 我后来发现 其实APP做出来之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美工的部分 其实最后还是要看美工 因为大家 download下来之后APP 你不能用太阳春的设计画面 通常还是要用Photoshop 把它这个画面做得漂亮一点 相对的会比较吸引人家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这个你们也可以逐步的去完成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好像都很少讲到美工的部分 没有 几乎没有 所以而且开的课 很少是APP里面的美工课程 我现在发现 这一块并不是没有需求 只是说可能 在初期大家还 初期大家只是想要上APP而已 但是还不会去想到 那个美工这一块 所以后续要 怎么加入美工 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因为每一只手机的板 每一只手机的大小都不一样 你变成说你要 每一个画面 你都要撬出来要能够刚刚好 不会说散掉 因为那个图解析度不一样 你每一只手机的解析度也不一样 那你这样要怎么完全控制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目前 这个问题是还蛮大的 只是说你可能 你要刚初期的话 先阳春版 慢慢再加美工版 可是美工版 你可能只能先适应你自己的手机 或者是多找几只手机来test 还有平板上面也要run 因为你手机上是直的拿的 你如果平板的话是横的拿 那一定你的界面一定会 会变成说大风吹 吹一下就全部整个乱掉了 所以这个也是后续要衍生的出来问题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之后的课程会再讲到 OK那 其实这个 这个练习 我刚才讲 你可以再把数字改变它的大小 另外的话 以前好像我们有一个常玩的游戏 跟朋友玩那个什么 四个数字 然后如果位置正确是A 然后位置不正确 但是数字正确的话是B 那你要告诉对方说你是几A几B 对几A几B 对不对 那实际上这样的游戏 用Java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可以写得出来 对不对 那只是说 每个人写的结果应该都不一样 但是 那个逻辑上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你要也是一样跑一个回圈 然后呢 当这个里面的 里面的数字完全 除了位置要一样之外 然后 位置要一样之外 那个里面的数字也要一样 所以你要比对嘛 第一个先比数字 有没有这个数字 所以跑一个回圈 比比看有没有 有的话 先是 就是A或 先是B嘛 然后如果位置 跟 这个数字都一样 那就是A 所以你最后你要怎么样去判断说 第一个先乱数跑出来 总共会是四个数字 四个数字是1到9 1到9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这个游戏 就是几A几B的这个游戏 我记得好像之前也有同学写出来 那我之前好像也有sample 也有写出来 只是要花一点时间动脑筋 那是绝对写得出来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写 而且每个人写出来一定都不一样 你会发现 每个人写出来的 而且最后呢 你要弄出来之后还要弄出没有bug 你不是说你弄完你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里面的话 一定会需要花时间 那另外你可能会刚开始写的时候 程式码一定会非常冗长 很多不必要的程式码 不必要的判断 不必要的回圈 也有可能会出现 那你要怎么更精简 我想这部分各位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 上礼拜最后讲到是这个sample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Mass的类别 Mass类别里面的话 它可以提供我们哪些 比如说计算乱数 有没有 第一个 最大值最小值 我想这个在跟Excel那个有点类似 Excel里面有最大值又最小值 那我们利用Mass里面 还可以用到数学常数跟方法有哪一些 我们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Java的API 其实API就是 这个等于是它的主要的韩式库 那我讲过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套件库 它是一个大的套件 套件里面有个直套件 这个直套件就LAG LNG有没有 然后呢 其实套件库也可以叫做韩式库 这个观念其实跟Microsoft 那个Library其实有 我觉得倒是蛮类似的 只是说它用不一样的形式去呈现 那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早期如果你是 有接触那个微软那一套东西 会比较知道 可是你突然跳到Java 像Tonel同学知道DL 可是这个DL在Java里面就不叫DL 而且概念也不同 DL是Milesoft那一套的动态连接 的一个Live一个韩式库 那可是在Java里面 你就不能有DL 那DL在Java里面是不存在的 它没有DL的软件 但是它有Class 所以你可以把DL转换成Class 在Java里面就可以被运作 你也可以被外部呼叫 汇入到这个Java的 你的专案里面也可以外部 那不过封装之后呢 Class可以封装成一个JAR JAR档 JAR的档就是可以在被汇入到 我们的专案里面 也是类似韩式库 就是一个韩式库来被使用 所以将来你写的这个Class 也可以给别人去使用 你可以把它封装之后 再提供给其他人去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是可以 观念其实有点雷同啦 那这里面的话呢 Math类别它提供哪一些呢 比如说数学常数 和各种的数学 这个函数 的一个类别方法 比如说像Landon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类别方法 它就是可以帮我产生乱数 然后另外还有计算最大值 最小值 三角 指数 等数学函数 因为它是类别方法 所以呼叫方法 这个方法呢 因为它是在Math底下 所以你必须要先指明什么呢 这个类别方法Math 所以开头一定是Math 点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就会有这些相关的类别方法出来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使用 那这边的话 有哪一些这个类别方法 比较重要的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下面这边有几 一些 比如说我要知道 两个数字的最大值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Max 然后它有好几种 参数的 Return回去的话 它有几种 一个是Int Long Double Froze 都可以 但是呢 你必须在后面 你要比对的话 你两个都要是 一样的资料行别 后面都有指出 再来的话 Mini也是一样 再来是一个Random Random的话呢 它是回传 0到1 可是这个地方 1是小1 这地方 然后还有Round Round的话呢 是45路部分 那这个Round的函数呢 在其他的语言里面也都有 那45路之后的话呢 只会回传什么呢 只会回传整数 不过这个Round在其他语言 还可以取大小数点第几位 不过这个Round我印象中 好像45路之后 只能够是整数值 整数值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后面的范例 比如说呢 请各位等一下也练习一下 就是 这边建立一个范例 这个Class是5之5之5 那里面的话呢 假如说我今天要知道 这两个值哪个最大 那我要把它输出 这两个值哪个最小 哪个比较小 还有45路 我可以用Round的函数 那Round的比如说34.567 那结果输出的话 会是多少 3,4 这个也是一样 把它用Round的 那乱数产生 比如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乱数 0到1之间 那当然不能等于1 是小1的乱数 还有0到100取一个乱数 0到10取一个乱数 0到100取一个乱数 那我把这个结果输出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两个值它会去比对 那最大会输出 那因为两个值 放进来的是int 所以它 它是整数 输出的话也是为了整数的形态 那这两个最小 哪个比较小 那就输出34 那再来的话 四手五路部分 34.5 因为四手五路嘛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就会输出35 那34.4 那这个地方 它会把后面小数点舍弃掉 再来的话 Round跑出来的话 它会是一个数字 这个是一个 Double的一个 有幅点的一个值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它一定不会 这个值它一定不会等于1 就是一定是小于 最大只有0.999 最大 最小的话就是0 所以它会借由 在这个范围里面 去跑一个乱数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取一个0到10之间的乱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用最简单的方法 这个几乎我们前面做蛮多的 就是你可以 应该是上面这个 你可以有几个方法 比如说呢 你可以把这个值怎么样呢 如果0到10 其实很多种方法吧 你可以乘上11 因为乘上11之后呢 就是最小是0 因为我最小 那最大的话 就一定不会是11 是刚好接近11 是10.99999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呢 再强制转型为一个整数的话 那就是会把10.99 后面反正999 就怎么样呢 去掉了 所以它所产生的值 一定会是0到10 OK 好 那前面如果1到10的话 我们是怎么样呢 这边乘上10 后面再比较加1 有没有 加1之后就是 它乘上10之后 是多少 是乘上10之后 最大也是9.999 那如果 加1之后变成10.999 那如果 加1 最 加1之后 那最 就是从1开始 因为最小是0 加1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是 从1开始 那最大的话呢 就是刚好是10 所以前面我们有蛮多 比如说是在这个乱数上面 动一点手脚 如果你要0到10的话 就是这样的方式 直接乘上11 最后再把它 这个转换成 那当然不止这种方法 你也可以用RUN的函数 也可以RUN的函数 RUN的函数 它会四十五路 应该不行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在Math里面 这个方法里面 其实我们 我有讲过 你可以再跳进来 里面有蛮多方法 它的方法在这里 这个Math 那Math里面 我印象中有一个叫做 这个字 这个 叫Seal 这个Seal的话 Return the smallest smallest就是最小的 就是意思其实就是把小数点 去掉的意思 的一个Double 这个其实 也可以拿来 这也蛮常会用到的 还有这个 Floor 这个Floor也是一样 叫做Largest 其实跟 这个 这两个 刚好是相反的 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所有Math的方法 都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 如果你把这些都 当然我们翻译里面 不是全部 这部分 那这里我想 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这边总共有 了解几个方法 最大最小 跟45 这个RUN的函数 OK 那这个猜数的游戏 我想各位也可以 给各位一个 练习 就是一个题目 就是 几A几B的那一个 那个游戏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思考一下 每个同学想的 应该结果都不一样 写出来的程式也不一样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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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